出战了新批猛龙战袍的第三场比赛,出场18分钟的他,看见了立哥英雅版五助攻正负值能得的拿下了。 十四个数据虽然得分配把立败书豪伴助攻,依然那么无期,而对于最近几场表现不管事,绝对管理层还是情愿都对书豪伴赏有加指示,哪怕加入了总冠军级别的猛龙, 豪哥还是迎来了大家都最想看到的误号,那就是商品问题的困难,不知道在这集产品,赛中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书豪进攻能力的像象, 尤其是三分出手自从11月底,书豪因为被商问题,还有有感休战,那么些比赛后这分分, 莫正立就跟坐上降落火星一样,匆匆地往下掉,三次出手领利重力的情况不是一般的多, 要知道此前最来临的书豪运症力,李春阳刚,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乐可被商的事出现, 后他的三分运症力,只有23.7%今天把猛龙数,并是一般二周龙来到猛龙的这三场三分运, 众帅全部是0%,这不得不让人连想到他的被商问题,也绝对是书豪交入猛龙后, 最让人难受的消息了,其实在豪哥的生涯中,除了跟其是做斗争的伤病, 也一直营绕在他的头上加环,膝盖,挖带这么一个都是足够赞送求人生涯的伤病, 如今他在如此光剑的时候,疑似被被伤,所影响要说不担心的是不可能的, 客观来说,现在的书豪在年龄上已经不交忧, 试了任何伤病,都有可能让他在接下来的生涯中,充满困难更别输, 求人生涯莫营最可,他的被伤的霍华德,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被伤, 直接把他拉下边风神弹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净好的情况, 今年整个赛季就打了九场比赛时才还在远挖带带着他去出寒, 在咱们熟悉的风之子那时,因为这麽的被伤生涯那年,基本打不动最后无奈退役, 所以对于书豪来说,分伤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, 尤其是明确影响了自己的状态后功, 需要重视和处理毕竟这套季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套季, 关乎到自己的大合套与其身, 网友也真心希望,这些只是生命就有的相当心说不定之后几场比赛书豪的三分剂, 南方就直接回归了,希望这根火的生病, 走多远滚多远。